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盈亏同源 做交易,很多人都非常的讨厌亏损 但是同样的,怎么认识亏损也确定了你交易认知的高提 我总结了一下,不同交易者对亏损的认识 分为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努力规避亏损 亏损会让你的资金减少 大额的亏损还会让你的账户保仓 这个阶段的交易者对于亏损是非常的延误 那想要找到亏损的原因 想要通过某种方式规避掉亏损的发生 甚至连续的止损之后呢 把亏损的原因挥接到了止损的设置上 想要通过不设置止损来避免亏损 那第二个阶段呢,追求高胜率 交易一段时间之后,知道了亏损是无法避免的 不再一味的追求规避止损 而是把目标放在了提高胜率上 希望能够通过某些条件提高自己交易的正确率 希望能够找到一套高正确率的交易方式或者交易指标 第三个阶段,制定交易策略 经历了前面的阶段仍然不能够盈利 认识到了盈亏通源 交易的盈利和亏损都是来自于相同的原因 相同的动作 一个正确率高的交易方式可能盈利只有一点点 但是一旦止损就会把自己之前多笔定单的盈利全部亏掉 逐渐认识到交易策略的重要性 知道了要通过条件去贫衡交易的正确率和盈亏比 交易的盈利和亏损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当你玩抛硬币游戏的时候 不仅要看正面朝上的概率 还要看正面朝上的时候你可以赚多少钱 反面朝上的时候你会亏多少钱 那怎么能够充分的理解盈亏通源呢 举一个例子 那当年有一个新闻 一位在武汉推特的女教师5万元所大斗期货 一直用浮营加仓的操作方式 半年的时间就从5万本金做到了60万 又花了两周做到了2700万 然后连续几个跌停 一周的时间又亏到只剩6万 最后大斗一场 5万的本金能够盈利到2700万 是因为浮营加仓的操作方式 最后把利润全部亏掉 也是因为浮营加仓的操作方式 浮营加仓的操作方式 让他在牛市获得了超额周一 也同样在熊市短短几天就把利润全部挥吐 那很多人可能会想 如果中间盈利到100万就不做了 也不至于后面全部都亏回去 是的 不过如果有这样的意志 后面也不会盈利到2700万 盈利和亏损都来自于相同的原因 来自于相同的动作 在牛市里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不管方法是否正确 绝大多数都能够赚到钱 因为赚钱的结果 使得很多人认为自己的方式是正确的 等到了熊市 大部分在牛市里用错误方法赚到钱的人 就会用同样错误的方法 把钱亏回去 甚至亏得更多 这就是交易上的盈亏同源 这样你能明白吗 别忘了关注